我刚才问你 你是刺成哪户人家 你抱上你家家门 我是刺成媒婆 不说都认识刺成人吧 但少说也认识十之八九 问你话呢 你怎么不说话 你 你 怎么回事 撬开她嘴巴 那是 死士 看清楚了吧 因为手上的东西便是毒药 只有死士才会在嘴里藏毒 你们都被她给害了 天哪 她 大家不要慌 太子殿下已经规划出了疫区 所有接触过 瘟疫患者的人 都到疫区去 包括我和太子殿下 你们现在必须听她的话 才能阻止不必要的伤亡 关城门 从今日起 除御医 输送物资者 其余外来人 不得再往自成走动 进城者 也不得再出城 孤在城在 城王孤死 魏元清 属下在 你接触过瘟疫患者 不得再回魏宅 你魏宅 若还有人接触过你 通通离府 随孤去隔离区 从今日起 你魏下大门暂时关上 外人不得再入魏家 是 关宅门 三弟 魏元清身子一崩 猛地转头 娇娇 姐姐 别过来 站在那儿不要动 你们先不要过来 固有几件事情 要吩咐你们去做 我会议 太子殿下 你让我去义区 嫂子 我不是把你送到泉州了吗 你怎么还往回跑 现在刺城很危险 马上就要封城了 就是因为刺城有难 我才不得不回 但我没想到 娇娇真的跑到刺城来了 我得把他平平安安地带回去 太子殿下 我是学医的 我懂如何保护自己